Hello,大家好,我是莉莉 现在是晚上的7点42分了 我刚刚回来,然后去外面逛了一下 买了这一堆东西 买了三个苹果,还有一瓶凉茶 好贵啊,这个凉茶 我在我印象当中,凉茶也就几块钱 五、六块钱一瓶吧 结果这个凉茶店也要卖12块钱 我的天哪 什么样的凉茶卖这么贵 我是觉得这个凉茶真的好暴力啊 大家那个啥 哎呀,真的 那个卖凉茶也算是一条不错的生意路子 已经get到了 大家今天过得怎么样呢 我今天上班跟昨天一样差不多吧 也还行 今天周三了 想想再过两天就到周末了 哎唷,想想就激动 就可以回待两天 然后就不用去上班 老实说我这段时间上班 嗯,有一点点小酵 哈哈哈 这不是很好对吧 所以呢我是在努力着好好上班 但是呢还是会有一点煎熬 哎呀我想回家了 那个五一还没到啊 好久啊要到月底 哎呀大家计划着五一要去干什么呢 五一可是有将近一周的一个放假时间了 像我这种 你看清明还没到 我现在想着清明要干什么了 然后三月三还没到 我就已经想着三月三要干什么了 现在呢五一还没到 我已经想着啊 五一要干什么呢 感觉对生活特别的有盼头 有没有 哎呀这样子才会让我感觉有勇气 能够继续坚持下去 例如呢等一下回去 再买点什么零食吃呢 嗯弄了鸡爪 咕咕鸡爪 这就是我等一下要去的 要去买东西 要去买了零食 然后坐下来回去啃了我的鸡爪 剪辑的视频 上传完之后 洗漱完了 我还可以再看半期的综艺节目 嗯想想我生活还是很滋润很美好的 大家那个啥如果感觉累了的时候就应该可以像我这样子 下一顿要吃什么好吃的呢 今晚要睡觉 然后明天要去了 去哪里玩呢 睡觉前就想 你就感觉哇 特别有笨头 第二天睡醒了 心情特别好 有没有 这个就是我的小妙招 保持开心的心情 嗯 然后开心是一天 不开心也是一天 那干脆就开心点 对吧 开心又不要钱 有时候也付出少量的一点 买零食的钱也是可以很开心的 好了 我现在呢 要回去了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先更新到这里吧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好亲爱的莉莉我们明天见吧 拜拜 哎呦 我要拿不住了